咱们接下来再讲退出等路 当前咱们是不是只是往里登 但是没有退出过 咱们现在要退出的话 是不是都得重启 服务才能能清掉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肯定得做一个清楚退出的功能 你们说我挑的灯路一边 它不就退出来了吗 你这可不是 你挑的灯路一边 它可不是退出 这种方式可不是退出 因为你这种方式 你再进去到它 它还是能进去的 它还是可以进去的 对吧 你要做的效果是让它回到灯路一边之后 它再进的这里是进不去的 也就是把你灯路信息给清除掉了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换做以前的话 我们自己还先写个 在控制系统上什么写的方法 去清除塞这什么的 是吧 那现在不用 现在只要你加一个配置 就搞定了 加什么配置呢 咱们打开我们的 Spring security的配置键 这里只需要加这么一句话 log out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它就自动产生一个地址 什么地址呢 -log out 叫地址 就是一个推出地址 那对吧 就自动产生这么一个地址 就是自动会产生一个-log out 对吧 就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它是自动产生的 那当然这个地址你可以改吗 可以 你要想改 这里头有 比如说这个 叫log out ur 比如说你不想要log out这个地址 你改的时候 A4个A 那就G4个A就是推出地址 对吧 但是这样一转 你要有必要改 它这东西给你的名 就已经很 可图进行很强了 是吧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改 我这是说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配置呢 就是这个log out的一个 success ur 这个你叫普配的情况下 它默认跳到哪页面呢 默认会跳到登里 就是你推出之后 它自动会跳到登里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想跳到登里 你想跳到下一页面 你就在这里指定一下 你最后跳到哪个页面就行 对吧 在默认小孩下 你不配 它就跳到登里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现在什么手机也不写 就写它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 怎么推出呢 找到indance 找到indance的话 这里有个推出的一个链接 是这个 是这个 然后下边有一个推出 咱们往上找 就是用户名那地方 有个有个注销的地方 有个注销 在这儿 快到了 再一下 这是菜单 菜单下面有一个 注销 是注销呢 搜一下 搜一下 我记得 我记得就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200多长的位置 这是注销 在这儿呢 看是吧 285行 然后这个地方 你只要把这个地址改进去 然后在杠杠 点点 然后呢是什么 lock out 因为这个当前路是在偶尔命下 是吧 然后呢 你需要反过根部路这个执行力道 这样一个想 OK吧 好 咱们现在把它加上之后呢 再重新测试一下 遇到这种差 你再统一盒一下 保存一下 一般就就没了 它就有校验 一会儿它就消失了 像不用管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没了 从这儿没了 好了 咱们现在把它 重新启动一下 好了 启动完了 启动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重新来试一下啊 刷新 这时候是不是就登录了 登录之后呢 咱们现在以 Admin身份登录 Admin123456点登录 登录之后 这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名称了 那时候呢 我现在退出 我现在退出啊 注销 是不是又退回到这个登录页面了 这时候你再看 我再重新进的那个页面 才让你进步 是不是仍然会跳到这个登录页面 就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退出 是不是很简单 根本不用你编码 直接加个位置就搞定了 这就是框架的魅力 所以说这个框架都是为你解决问题的啊 不是给你带来难题的啊 你要学会的框架的话 你的开发速度就会比较快 我觉得 我现在不用他们的 我现在不用 我现在给你做什么 我现在一定要找一些